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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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找到后半生的归属 好 谢谢 来 请回 你孙女找到后半生的归属 对 这是个好大的心愿 他的情况比较切熟 你是他爷爷吗 不是 我是我是他的旧公 旧公 就是你 我姐姐的孙女 就叫旧公 对 你担心他后半生的归属 所以希望来实现这个心愿 那既然 王老先生说他的孙女有点特殊 那到底有什么特殊呢 来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孙女 曾玉山 我叫曾玉山 我来自四川自购 你是来找归宿的 怎么这么好笑呢 旧公 你是在开玩笑吗 三小园 大班小班呀 问你 你好 这儿呢 上大班还是小班呀 你们想你想今天有点毛 跟他们讲 五年级 五年级 这么快就小学五年级了 是你跳级了吗 没有 那你多大了呀 你猜 我猜你有六岁了 不对 你现在有多高啊 一米 八九岁 样子应该差不多 但他上五年级 那你今天应该在十三或十四岁左右吧 不对 你每次说不对的时候 都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 我觉得特别可爱 就公来揭晓谜底吧 这个孩子今年已经21岁了 21岁 对 这个样子 你咋这么小呢 他是这样的 他在七岁的时候 他就带了一种病 在七岁以前 都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 这个七岁以后呢 他慢慢的那个人就变了 头发也掉 然后呢 那个皮肤 呃 变得挺不好 很粗糙 还有脸上起了一种纵纹 后来就到医院里面去跟他检查 查出来 他的脑袋里面啊 就长了一个脑瘤 到医院里面就把那个手术 跟他做了 做了手术以后啊 这个孩子就越来越不好 越来越不好 就一直到九岁的时候 他那个办身份证 这个孩子啊 就从这么高的时候 然后又就说下去 就在办身份证的时候 那个人就好像只有三四岁 两三岁 那个模样 这就是当年他办身份证 那个时候的那个相片 这是他曾经办理的一张身份证 上面写着 曾玉山是九四年六月二十号出生的 也就是说今年确实是二十一岁 虚岁二十二岁 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 虽然二十二岁一米一 但是他的这个思想 是不是还像孩子一样 对 他前两年 他那个智力啊 就好像一个六七岁孩子的智力 今年去北京跟他检查以后 拿了治疗 治疗有很大的 治疗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现在他的那个智力 大概也就是十岁左右的孩子的智力 他做作念啊 就是那个加减化 只在世以为的加减化 只会加减化 就智力就只能达到这个程度 我刚才还想捏一下你的脸蛋呢 我现在不敢捏 你是个成年女子 来 我们有一些曾玉山的一些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这张是多大的时候的照片 他是七岁的时候的照片 右边这张呢 右边这张 他是十三岁的时候啊 下一张 这是多大了呢 去年 这张是去年照的 右边这个孩子是七岁 还要比他高 哦 七岁还比他高 但这会儿他已经是有 二十岁啊 他长得特别可爱啊 一张苹果的 但是就是有比嘛 没办法 但是我有一点特别奇怪的是 他父母呢 为什么要以救公和救奶奶来养呢 他妈妈已经在很多年间就家人了 就跟人家别人组织了家庭 他的父亲在13年就去世了 去世就没有人管他的 所以他父亲死了 然后他就很可怜 能到我们家里 那父亲走了以后 为什么不去找他母亲呢 他母亲没办法 他母亲另外住着家庭 有一个儿子 找到他了吗 找到他找到了 但是从来没见过面 其实他母亲是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孩子啊 他还是愿意见他 但是如果说 要把他带到他家里去 这样不可能 因为他现在组织了家庭以后啊 他现任的丈夫就不同意这个孩子到他们家里 所以说他的妈妈也就不敢来见这个孩子 但是我们也跟他妈妈讲 就是说这个孩子 就是说这个孩子我们也不需要你对他付出什么 只要你来经常来看看他跟他一点母爱 因为他现在又失去了母爱 这个父亲已经死掉了 就是他孤苦宁静的一个人 他的奶奶已经死掉四年多了 他爷爷也有病 另外也有一些亲戚 但是他那一些亲戚呢 他们也不管他 所以就到您这儿来 我们就受养他了 他现在的病情您刚才说 还没有控制 还是掉头发 有一些好转 但是没有彻底的 那他的这些医药费是谁在负担呢 大多数应该是我们在承担 您大概现在承担了多少钱 今年我们四月份的时候 去白京跟他医院里面去跟他检查 从那个来区的车女费 医疗费 检查费 也是我们的一切用作 已经花掉了三万多块钱 所以说这个费用也是挺大的 你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加起来 估计也没多少吧 我没有 他没有退休金 你还没有退休金 我又有一点退休金 也是两千多块钱的退休金 那这样一个算是远方亲戚了 但是现在有你们在承担着 对 我们是怎么想的呢 因为很多孩子快点嘛 我们收养他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想的 其他的亲戚没有人管他 他生活上不能治理 他现在房子也没有 叫他去什么地方 所以他现在都跟你们在一起住 不管怎么说 他还是我们有血缘关系嘛 我们也应该尽到我们这个做长辈的这个 尽我们一点义务 凭良心说 谢谢你 谢谢你 这孩子听话吗 乖吗 挺听话的 会疼你们 会疼人吗 会疼人 玉山啊 这个是旧宫是吧 对 就是旧奶奶是吧 对 他们对你好吗 好 你对他们好吗 好 你怎么对他们好 你说来听听 去年过年的时候 我给他们两人买了一件衣服 你 你赚了钱呢 不是 是我过年的钱 你过年的压岁钱啊 对 为什么要给他们买衣服呢 因为我旧婆过生 我旧宫过生日的时候 我没有钱 我就没有买 然后我就买来给他们补上 你想妈妈吗 不想 为什么不想妈妈 因为我两岁的时候 她就离开了我 要是旧宫和旧奶奶以后不在了 怎么办 不知道 不知道 你没想过这个事 没有 你希望他们长命百岁 对 永远跟着你 那你以后还是要嫁人的呀 你会嫁人吗 不会 一辈子跟着旧奶奶 旧宫 要给他们养老是吗 嗯 那你不赚钱 怎么给他们养老呢 你有工作吗 你现在是在读书吗 是的 你成绩好不好啊 不好 你成绩都不好 以后想养他们俩 那你得好好读书才是 我估计她现在还根本不懂什么嫁人 什么概念 或者是说 没有那个意识 她才读五年级 成绩怎么样 但是我们当地政府把她送到那个退校读书 所以我们特别能够理解 你们为她的以后担忧 因为毕竟你们年纪这么大 但是你们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 你们的这个幸福心愿 所谓的给她找归宿 这个归宿包含一些什么呢 是给她找一户好人家 来收养她 还是找一户好人家 将来是结婚 具体是什么 你们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我们能怎么帮助到你 我们那个幸福心愿啊 就是这样能够平平安安 有人对她好 有缘的人 不像一般的平平淡淡的日子 就行了 有一个依靠 我们即使走了 我们也就放心了 亲生母亲生儿不养 旧公旧奶这么大年纪 却还在操心 所以他们今天的幸福心愿 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个忙有点难帮 来 曲老师 旧公旧婆 现在看起来身体很好吗 不要那么悲观 包括对于她的未来 包括你们的现状 都不要那么悲观 我建议 先把精力集中在 如何治好她的病上 她最后的依靠 不是您二位 而是她自己 好不好 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 集中精力是什么 帮她治好病 所以达林APP呢 愿意承担一年 她的治疗费 在这段时间里呢 尽多地去找一些医疗机构 然后呢去看看 有没有这方面病的 一个可行性的方案 尽快地去治疗 好 我们要有信心 好吗 好 每一个女孩子 都想着青春不老 那你其实现在已经做到了 那从这个点来说呢 你应该开签才对 我们营老文化呢 也很希望在未来 你的成长和治疗过程中 出一分力 那有什么样的需求 我们接下来 在底下再联络 希望你快快地好起来 救公救婆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像小姑娘这样这种情况 救公救婆可以 做几个长远的考虑 第一可以给她买一份 长期的一个保险 无论是医疗啊 或者作为投资这种 以后对她生活可能会有一个帮助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可以找 当然最好找到一个收养的一个家庭 把她视如己出当作自己的孩子 另外呢 看看有没有福利的机构 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去联系 另外呢 我觉得要从心理上 打开她的心理这个心扉 告诉这个世界并不是特别可怕 也许有利于她以后对待这个世界的认知和生存能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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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一句话我认为确实是有道理 虽然我们时常说 但很多人很难做 尤其是中国的父母 就是儿孙自由儿孙福 生命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生命是不是太过于担忧了 很多情况之下需要她自己慢慢去适应 但如果你一直这么在身边待着 什么东西都被为她想着 她也可能真的就适应不了 对 有些成人 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长得就像个孩子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在外面跑江湖 他们也活下来 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 就是因为她长得太像一个孩子 而给予了她不应该有的呵护 实际上她已经二十岁了 我们是不是就是因为她太可爱了 就觉得一定要把她当个孩子来养 她跟普通的孩子不一样 所以你更要培养她生活的能力 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只能求己 却不能求人了 对对对 普老师说得很对 我完全全相信 她可以自己寻找到自己的归宿 而不需要总是在人生当中去借宿 好吗 没什么别的好说的了 从今天开始培养她自己的生活技能 好吗 自己能够独立的往前走吗 来 走 走一个我看看 你们跟着后面 爸爸患癌去世 妈妈再婚重组家庭 被抛弃的曾玉珊 幸运的遇到了善良的旧公旧婆 愿时间能够让这个女孩远离病痛 治愈她曾经饱受伤害的心 心愿持有人 你好 大家好 来 我叫李英宝 来自安慰宿主 今天是来实现幸福心愿的 对 待会我们把它说出来好吗 行 来 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希望和对象减肥成功 好 谢谢 来 来 来 减肥 你刚才说减肥成功 对 她太胖了 她有多胖 三百多年 来 我们掌声有请 她的妻子 杨盼盼 掌声欢迎 慢一点啊 行吗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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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一直站着吗 行 我们还可以 能站着啊 来 站我们中间吧 行 来 做下简短的自我介绍 朝前面 大家好 我叫杨盼盼 来自安徽宿州 也是宿州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的 是的 这老婆下来都不上去扶 我上去扶啊 她在家里就这样吗 是的 没一点眼力见 一直都在扶着 您这体重大概多少 现在是320 现在是320 感情以前还重 以前是380 以前是380 那您这生活当中 是不是特别的不方便 太多不方便 比如呢 比如说每次出门 上公交车也不方便 那是挤不上去 出门就是走在大街上 别人不管大人小孩子嘛 那种叫他旁边的人 你看那个女的 就那么胖 那么胖 每次都在这儿叫 清了清理 就是很难过 不怎么敢出门 想出门吗 也想出去嘛 但是怕一样的眼光 对 其实我告诉你 其实很多人看你的时候 他只是觉得很奇怪 但有些人并无恶意 大多数人的内心 还是善良 只是你跟别人 有点不一样 别人会觉得惊讶而已 你这么胖的 身体的各项指标 还正常吗 有没有出过问题 有 比如呢 最严重的就是我的腿 我的腿现在不过好多了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鱼青的 一开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知道是鱼青 那个腿特别硬 因为那个针扎都扎不动 就像石头一样硬 也不知道怎么 就也给他讲过 等到后来 就突然夜里 就一夜之间 早晨起来 那个腿 就总的 那个裤子也穿不下去了 就没办法了 就去医院看 到医院里 医生就说 他说你这个腿 怎么搞到现在才来看 我说我在家里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他说 你这就是静脉血酸 就是因为胖 就是鞋子 导致的 如果时间长了 他说你要是再这样不看 就容易把就是说截肢那样的 会截肢啊 对 那要赶快减肥啊 是的 还有什么身体指标不正常的吗 身体指标 现在像这个脂肪肝啊 脂肪肝 鞋子 臭什么的 一系列的 现在都出现了 所以你自己也特别苦恼是吧 是的 你是一直这么胖吗 没有 我在和我这个小孩的爸爸 我特别认识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160钱 才160钱 嗯 他是我的第二任婚姻 哦 他是你的第二任婚姻 嗯 你的第一任婚姻 可以问一下 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分开的吗 他在外面有外孕嘛 哦 亲的夫在外面有外孕 嗯 那个时候怀我家 我儿子那个时候已经 有五个月了 他在外面有外孕 哦 孕期的时候 嗯 刚开始我不知道 等到后来知道的时候 就劝他嘛 劝他也 他也不听 嗯 有一天晚上 吃完晚饭 他就偷跑掉了 跑掉了 嗯 跑了 我回去一看没有人了嘛 就知道他偷走了嘛 我就妈就 赶快带着我 打了个车 去火车站 刚好到火车站 就是在检票 就检到最后一个了 那个火车 那个门就要关了 挺个大路的嘛 就得一口气 跑到那里 把那个门推开 人家不让我进了 我已经把人家 检票的推到一边 就一直在他后面 跟着跑 跑到火车站 他上了火车 我就在那里 拍那个窗户嘛 他说 头也不回 就那儿走掉了 过了第二天 我和我舅妈 就回老家 去找他 找到他 他也是 就是舔了心的 不想 跟我那样的 也没办法 等到送我家 小孩的时候呢 去医院里 刚开始医生说 能舍船 或者怎么 他等到 马上就要松了 医生说 不行 舍船不了 要马上跑过他 要跑 他说 必须要你老公 过来签字 不签字 不能给人手术 我又给他打电话 我就哭了 当时就求他 我说你必须要过来 因为你不过来 这个手术 就没办法进行 后来过来了 来到这里 签了字 那是上午十点半 把我儿子生出来的 等到第二天的早上 他就走了 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就给他离开了 这两年他给过 抚养费吗 没有 孩子多大了 六岁了 谁带你 我妈妈 因为现在这样子 自己照顾自己 也不方便 没办法带他 就一直都 我妈妈帮我带着他 我觉得你这个母亲 应该是在生活当中 给予了你很多帮助 你有收入吗 没有 都是我 都是靠妈妈 靠我妈妈 养完了女儿 还得养外孙 对 知道吗 你的不幸 转而承接在了母亲的身上 让我们掌声 有请这位伟大的姥姥 掌声欢迎 来 你好 你好 来 给我介绍一下 我是姥姥的妈妈 看不看的妈妈 您年纪好像不大 我就三五十了 您有几个孩子 三个 甚至我的大女儿 我还有一个 二女儿 小的四个儿子 我这个女儿 她妈一定不在了 您丈夫是怎么不在的呢 我没去浇水 就那时候是 中管吧 去浇水 浇水 丢到水来了 在浇水的时候 淹死了 是这个意思吗 那是多少年的事了 就算八年了吧 八年了 其实盼盼年纪也不大 那也就是说 你手寡带大三个孩子了 是这个意思吧 不容易不容易 现在还要带外孙 我全可我一个二女儿 就是我这个女儿吧 好像我儿子一样 非常孝顺 你说哪个女婿非常孝顺 我的二女婿 二女婿非常孝顺 还好 还好有一个孝顺的 那这个大女婿孝顺吗 我们知道她前夫 人品不行 现在的这任丈夫怎么样 二年前 我手术 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 都是我的二婿 和我儿子 和那家叔叔 他从不去过一趟 从来没去过一趟 去了一开始去 我发现你今天在场上 有点不对劲 好像跟他们俩不认识 挺不认识的 我问一下盼盼 你们俩感情好吗 不好 不好 为什么会在一起呢 你们俩 我没受骗了 受骗了 对 我才比她大两岁 你比你大女婿才大两岁 啥意思 盼盼今年多大年纪 29 29 大两岁 您48 46 29 他比你大了 17岁 应该说大19岁 19岁 为什么是上当受骗了呢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就是经过别人介绍的 我的一个发小介绍的 当时介绍的时候 他说他比我大三岁 最后我妈妈不相信 他就又让我问 他就说大六七岁 当时我就考虑 我毕竟带个儿子 身体又那么胖 不管怎么说 大两岁也就无所谓了 看他人挺老实的 等到结婚会才知道 他比我大了那么多 你的意思是说 明是他骗了你 但是因为自己的家境不行 所以需要一个男人来照顾 是这个意思吗 照顾 他一点都没有照顾到 他从来没给过一分钱 所以说的 去年没收回来 您先说您为什么要骗人家的年龄 当时自己岁数大了 你是这是第一次婚姻吗 对 为什么会脱得这么晚呢 家庭条件差 上面还两个个 所以你是因为怕自己年龄大 家庭条件差 所以骗了别人 自说谎了 但你这欺骗特别不好 你这是欺骗人家终身大事 你是趁人之危 你这是 但是骗了之后 你应该有愧疚感 应该加倍地对他好 为什么 盼盼说 你并没有履行到 一个丈夫的责任呢 履行到了 他说我没给他钱 七年 没收钱 没收回家 我给了七千块钱 你给了七千块钱 没有 那七千块钱不是他给的 是他出去打工回来 拿了那七千块钱吗 我让他给我一点 他不给我 他一点都不给 不给我 就从他手里 硬把那个七千块钱 抢过来的 他问我要 我就没给他吗 因为他从来不给钱吗 我好不容易 抢过来这七千块钱了 他再问我要 我就没给他 哎呀 我觉得你们之所以 今天这个日子过成这样 都是各有各的问题啊 盼盼是觉得自己太自卑 所以呢 急于找幸福 所以找到了这个男人 然后李大哥呢 也是因为 一直没找到媳妇 所以情急之下 做了比较卑鄙的 骗人的事 当然我们这不是 一个调解节目 我们是一个 实现心愿的节目 我想问一下李大哥 你今天来是为了 实现心愿 是主要是希望 妻子能够健康一些 是吗 对 你让盼盼减肥 只是为了他身体健康吗 他一个心愿 主要是想再要孩子 还想再要个孩子是吗 对 其实这个是主要 想为你们李家传宗接代 是这个意思吗 减肥也是主要的 那你如果想希望 一个女人为你生孩子 你是个老光棍了 你46了才找到老婆 想再要个孩子 你是不是给加倍的对他好啊 看眼 你老婆哭了这么久 也没看见你帮他擦擦眼泪 你老婆从那上面那么艰难的下来 也没看你过去扶一下 你丈母娘下来 也没事看你上去赢一下 曲老师想说什么 从那么漂亮一女孩 怎么会成到现在这么胖的一个体型 中间发生了什么呀 因为和我老公前后认识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 我爸爸确实心里当时特别的自责 一直有压力 又加上又和他离婚 自己带着个孩子 在农村村上讲什么的都有 就说一个人带着孩子 一直在娘家这样住着 那个也讲了 老师心里压力大 他是因为心情低落 心情就这样不好导致的 潘满 你的心愿是什么 我的心愿就是我尽快地减肥 能减到150斤 那样最起码我自己能生活这里 能出去打工赚钱 能养活孩子 给我妈妈减轻负担 好 你的心愿 DLVP满足 DLVP可以帮助你 请到专业的减肥方面的老师 同时呢 如果需要药物或者一些具体的 需要付费的一些训练吧 DLVP都愿意帮助你 帮助你 回到曾经那个美丽的杨畔 好吗 把自己的信心树立起来 把自己的身体锻炼起来 去追求一个属于你的幸福 好不好 好 祝福你 谢谢 嘉宾的想法我们已经听清楚了 特别希望畔满能够独立地站起来 那么减肥将成为 他成立自己自信的 一个重要的渠道和方式 那至于大门打开之后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到这来 让我们一起回头看 来 请开门 来 您好 来 坐下自我介绍 来来来来 大家好 我叫余树总 来自廷林省 是长村康达医院 给胖病科的主治医师 像盼盼这样的情况 你觉得这个减下去的希望有多少 如果在科学系统或者是有计划的安排下 十个月或到一年的时间的话 会能取得非常好的一个疗效 既然今天有医生在这帮助你 回复当初苗条的身材 但是我想给你一个建议 在整个减肥的过程当中是异常辛苦的 在这样一个漫传的过程当中 看看你身边的这个男人 是否愿意付出 来见证你的完美蜕变 如果在你这段减肥的时间里 他依然我心我素 我觉得在你恢复自己苗条的身材之后 应该好好地考虑一下这段婚姻 就更别说什么生孩子的事 对自己负责 才能对家庭负责 才能对孩子负责 希望你美梦成身 谢谢医生 再见 320斤的体重 让他深陷绝望 嗷嗷逮捕的孩子 期待赡养的老人 以及不幸的婚姻 让杨盼盼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希望他在科学的减肥方式下 重新找回生活的自信 做回最初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途牛APP 赢百元献金券 更有火车票 机票 酒店优惠券 领不停 我们有请下一位幸福心愿 持有人 你好 你好 刘老师好 看了你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帅 这才叫男子汉 不感动 这一米八 我净身高是一米八八 共和国第一升起手 这也算是我们的人民群众赋予的这一个头衔吧 因为我在国际护卫队赋予的时间比较长 并且升旗的这个 多少年了 十二年 升旗多少次 六千两百次升降国旗 最低的最低的最低的底线是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间 五米 正步是一百三十八步 所以说我们每一步是七十五厘米 你是最前面那个吗 我是在国旗杆下边的 就是当国歌奏响的时候 像国旗 展阳起国旗的那个 能不能教我们一些 你先正步走再扬 先正步走是吧 能不能 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吗 让我们现场欣赏 那就我去简单走几步吧 对 简单走 首先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往那一站 就是君子 两脚分开六十度 这是君子 两眼目视残方 听到正步走的口令后 左脚迅速排起 走 好看 谢谢 我们是树林红旗 你们能不能跟我们示范一下 让我们感受一下 好吗 来 我们看上去的简简单单的几个动作 其实在生活当中 经过了千百万次的训练 才能够达到每一次美好 都那么的到位 而且每一次美好 都那么的有力量 高宏浦今天来 有什么自己的心愿想要实现 我们一会儿说出来 好吗 好 来 向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想获得创业指导 和传播爱国主义的邓正亮 来 谢谢 创业指导 这个爱国主义正能量 听上去好像是两件事 但你这个心愿把它有效的连接在了一起 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退伍之前是在国旗护卫队一直复役了12年 这个生了12年国旗 当我真正走出军营以后 在社会上在待了将近这一年时间的时候 我是想通过 就是我自己 并且我身边有很多 就是跟我同样 退伍的很多 就是我们国旗护卫队的这些战友们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就是脱下军装 还不忘去向大家传播这种爱国主义 说传播爱国主义的手势 首先要讲的就是给大家要讲解国旗的知识 我们的国旗的来历 以及国歌国的国徽的这个来历 让这个更多的孩子呢 和企业 包括一些就是现在的年轻在创业的时候 人得到就更多的这种有关国旗的这种知识 我是这么想的 想通过这样呢 就是说我想的就是 就比方说 我呢就是可以组织我们的战友 到一些学校 甚至一些企业 去跟他们去讲解这个爱国主义的这种知识 那你是创业指导的项目是什么 就是为大家去讲解这个国旗知识 那同时还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 就是像军训拓展的类似于这种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因为现在有一些企业 包括有一些学校 他们虽然都有升旗仪式 但更多的人知识把它当成是一种形式 对 其背后的厚重的内容 以及一些相关的知识和底蕴 大家其实并不了解 如果能够补充这些知识的了解 和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化层面的普及 大家对这个仪式的了解就不简简单单只是个仪式 而更多的是发挥一种正能量的一种作用 对对 而你们因为长年的这份工作对这个甚为了解 所以你们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创业的机会 内容涉及到类似于像军训一样的一些拓展训练 拓展训练 这次就像是原型军事 对对对 并且就是在一些里边可能要是就是 苦难的体验 对体验一下就是部队的这种 对对对 就是线呀 其实就有点像企业化的军事培训 因为很多企业希望军事化管理 培养大家的一些纪律和规定的执行精神 对 所以你们你是希望做这个 然后同时又能够传播爱国主义正能量 以及这个生气遗失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对 那我想问一下 有些东西我们还真不太清楚 就有些基础之处 我们还真不太清楚 比如说旗杆到底有多高啊 比如说国旗的面积到底有多大呀 你先跟我们说说看 就是我们呢 每天的升旗的队伍 是从天安门走出来 这是36人 天安门广场的那个升国旗的那个旗杆的话 是30米高 就是每天升旗的这面国旗呢 长是5米 宽是3.3米 那我们普通的一些像我们学校啊 企业 也是同样的规则吗 不是不是 就是按我们国旗法规定的话 就是说 所有地方升旗的国旗 是不允许超过天安门广场的呢 我不知道图老师和四位嘉宾知道我们这个升旗每天从这个国旗升旗的这个时间从底部到顶端的时间是多长时间 还真不知道 就是这个时间呢 从这个国旗的底端升到顶端所需时间是2分07秒 为什么要2分07秒这个2分07秒呢是我们这个由这个北京天文台把一年365天太阳升旗跟降落的时间是统一出来的 是按北京的地平线开始算的 当太阳的上边缘露出地平线和太阳的下边缘与地平线相切的时间是2分07秒 所以呢我们一年365天天门广场国旗升旗的时间是每天都是不一样的 长知识了 对 最早的升旗时间呢应该是我们是4点46分升旗 最晚的时间是7点36分 还有什么事 你像这个如果是一些故事的话 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发生过很多故事 我现在可以给咱们大家共同分享一个 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 当时呢是我们的一个战士在这个天安门广场站岗 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广场有很多游客 就是有一个人去放风筝 风筝结果它落下来之后 他不知道这个风筝线落哪了 然后这游客一直拉 就是这个风筝线正好落到我们战士一个肩上了 他一拉就直接给他这个脖子这个地方拉了一个口子 我那一战士他就没动 因为在那个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两边站的我们的那个战士 两个小时是不允许动的 他连这个转转头是都不允许的 纹丝不动 结果他是收线收不动了 他就一直往前走 走到那之后 这战士陈衣这地方全红了 这就是一份特别简单的工作 你就站那不动 但就这份纹丝不动 本身除了是纪律的要求之外 更多的是一种宿命 我们训练的时候需要坚持四个小时纹丝不动 因为这四个小时我们的考核军资标准是 头上顶上一个砖头或者一个瓷碗 这个两腿之间要加上一个扑克牌 包括手 一张扑克牌 对 因为什么 你腿一松的话扑克牌就要落地 对 就这样 一直这样站着 对一直这样 然后这两个手之间都会有扑克牌放的 它防止你手要动 包括两个腿之间 其实我们这个队伍呢 它是有一个惯例的 我们的队伍是一年四季 东不穿棉 下不穿单 其实我们每天就是升旗的这套服装的话 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到冬天的时候就特别冷 特别冷的时候我们就是里边也不能穿上棉衣 因为穿上棉衣以后就是身体太臃肿 升旗的时候往国际下边一站 显得不美观 你像夏天最高的时候 往场的地表温度能达到将近60度 就是你的穿上皮鞋 你在那站一会儿 皮鞋都可以往地上沾 你就那种感觉 就是无论这个夏天再热的时候 我们是从来不穿短袖 永远都是白衬衣 外边有一个外套 生了病可以请假吗 真正被挑选了进来的战士 他们自己都有一个信念 即便是在身体上可能说不舒服的时候 没有人去说 我们曾经有一个 我的一个老半岛 他是在升旗过程中 在过长安阶的时候 有一个钉子 就他那个脚刚一落下去的时候 有一个钉子穿过他那个马靴底 就扎进去了 他就没有说话 他一直升完旗 等回到营地 他就一下子倒闭了 一个钉子 扎到他脚心里 拿不下来 因为钉子扎透了 他还是一直这么长 用标准姿势完成了整个的任务 现在置疑最崇高的经历 这十二年的升级 六千二百次 对 你记忆最深的一次是那次 应该是我们 这个09年建国66年大阅兵的时候 我觉得我当兵这么多年 这可能是将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一次升级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走到天门广场 我看到就是人山人海的时候 我真觉得我自己真值了 我这一辈子都值了 因为这次升级跟起 我平时的升级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队伍是196人 当把国歌就是摁下的那一刹那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整个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关节都注视在自己的这个右手上 就是将国旗站出去 从所离开的这个队 我离开的话是2015年的1月份 还记得那天吗 那天应该特难受 就是之前呢 就是每一年的都会送一些 就是我们的退伍的一些战友 就是退伍老兵 其实每一年送他们的时候 对我来说呢 自己也想过 我总归会有那么离开的那一天 我想的就是我不要仪式 不要送别 因为那个都是比较痛苦的 因为我起初想的就是说 我自己收拾完东西 我赶紧就走 就不让他们知道我要走 我是把东西都打完背包 我准备要出门的时候 我一拉开那个门 我看见外边就是站了 就是我所有的战友 全在外边站着的时候 当时那就是我的眼泪就 就止不住的往下丢了 我真的 我觉得我们走每一步都是 特别的艰难 因为不想分开 带的时间太长了 在这块 我们平时大家都说到 升国旗的仪式 很多人也到天安门广场去看 却不知道在这背后 会有这么多的故事 所以让我们愈发地感觉到 你今天的心愿非常的重要 是的 高先生你好 我刚才听到说 你想要创业 然后把你这种对祖国的热爱 和你在部队之中 这些纪律 这些方法 然后去传播给大家 那我们作为企业呢 也是非常的支持和感动的 如果是你愿意的话 我很愿意把我明朗文化的 创业的历史跟你分享 因为我们也是有文化传播的 相关业务 我们也愿意在业务上 给你支持 如果可能的话 给你更多的业务机会 祝福你 谢谢 很荣幸今天能见到 比我还帅的男人 这句话多么不要脸 这个帅其实不仅仅是外表 我们打小 其实从学校就会组织去 看升国旗 然后每次我们看 那是无比憧憬 而今天我们居然如此距离之近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不光感动您过去的辉煌 也感动您今后您想做的事情 我个人觉得 就是可能您会有一些不适应 有很多不适应 会面临一些挑战 对 您是可以去做一些拓展 对 体能 包括爱国主义教育 这三者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是 而且是可以帮助我们现在 所有普通的老百姓 能够有这个意识 因为打抢我们 其实就在受爱国主义教育 但是好像是到了社会当中之后 大家的目标已经 各自如何发展得更好 如何能让自己的家庭更幸福 但是其实 如果我们能够把爱国的这件事情 能够深深的加入到我们心里 并且我们每个行动的话来说 我们的国家会非常的强大 国家强大了 我们的小家一定会非常幸福 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集团 涉及到两三千人 我们是可以做类似这种体能训练 包括拓展 不光是团队精神 而且还有爱国主义教育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达成这种业务合作的 同时在创业方面 如果你需要一些支持 比如说宣传的支持 渠道的支持 或者说一些所谓我们专家的这种建议也好 我们随时保持沟通 好不好 好 再次感谢你 谢谢 很佩服你 原来你就是我们当时看电视升旗时候 那个无数人心目当中的大明星 那偶像 原来就是你啊 真的是 我觉得特别激动 但是回头说了 其实您复原之后 从万众瞩目的这样的一个明星的位置 回头创业 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创业其实是一件很俗的事情 你要找对方向 你要找员工 你要挣钱 养活这些人 但是我相信 有部队的那种 坚人不拔的船头 只要找准方向 创业应该不是难事 如果说您做的是外产业的话 我们这边溜人游定制旅行网 可以帮助您去拓展业务 这点是实实在在的助力 好 谢谢 谢谢 刚才我听了您有创业的这个想法 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大学生 学校 中学 包括甚至我们的这个企事业单位 都会有这样的 比如说野外拓展训练和军训 这样的培训项目 就证明市场呢 其实是有它的需求 我倒是觉得可以利用您 这样一个非常辉煌 或者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背景 成立一个公司 让大家来找您 谢谢 当这个国旗升起的时候 每一个周围的人 热血都会沸腾的死 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 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敬畏感和仪式感 才会让我们感觉到 爱国主义离我们不远 每个人从身边坐起就可以 也告诉我们对生活要负责任 但是我们现在太缺乏这种感觉 所以我认为你的这种创业 不只是一说爱国主义的 这个正能量的传播 更多的还是告诉大家的一种 对于生活的态度 对于工作的态度 对于人生的态度 这一点很重要 对 刚才四位嘉宾也给了你诸多的建议 所以希望你能够得到 扎扎实实的帮助 能够创业成功 实现你的幸福心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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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世界轻人 谁有人 你好 胡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好 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 我叫吴亚平 来出现什么样的幸福心愿呢 我们来听一下 来 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心愿就是 想让我的爱人站在这个舞台上 唱出他自己写的歌 好 谢谢 来 请回 这种心愿第一次听到 希望自己的爱人在这个舞台上 唱出自己的原创歌曲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 因为我爱人太喜欢音乐了 他从小就对音乐很痴迷 对二胡很有感觉 当时是住在乡下 他妈妈和爸爸是教师 但是家里总而来的学习 他没有办法 只能是半夜的时候 趁家里人都睡了 他偷偷地把那个二胡拿出去 到卖地 很远的 他讲 不能让他爸听见 要不然回去有爱打的 还不能吵到邻居 但是那个卖地很远 邻居农村听不到的 他回来的时候 腿上都要蚊子咬一些大包 但是舞台到处都有 为什么这个心愿需要你来帮他实现呢 因为我很感激我爱人 因为我们两个结缘就是因为音乐 我是从哈尔滨再到威海去学习 就这样呢 因为音乐 我们两个认识了 他唱歌很有感觉 我很喜欢 非常浪漫 但是那个年代呢 想用这个来吃饭是不可能的 我很感激我爱人 他为了承诺 要好好过日子 只能把音乐放下 面对现实的生活 暂时的割下梦想 必须割下 为了生活 就这样 我们做服装 我们自己的加工厂 他在加工的时候 也是忘不了弹琴啊什么 但是从来不耽误大事 等我们一切都捋顺了 方方面面都挺好了 孩子也大了的时候 他也说 哎 我要买琴 再弹弹琴嘛 我真喜欢 我说好 就买吧 但是 在 09年 也就是六年前 他琴也买回来了 但是我感觉到我很累 很乏 上医院一查 肾肿瘤 就是肾癌 应该这么叫吧 说实在话 嗯 你不说话 看不出来 你是一位肾癌的患者 这个脸上的血色不错 但是 在我得病的时候 我的肤色是 暗灰色的 满脸都是斑块 而且有的时候脸是肿的 我为什么要感谢他呢 因为我们两个从认识 不管是穷也好 富也好 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 对我一直不离不弃 我从去查体 的那一天起 就是所有的那个病例 就是我爱人来拿着 我说我想看一看 他说你 你也别看 你该干嘛就干嘛 我不知道病情怎么样 他说 长了一个东西 嘎下去以后 你的脸色就好了 你的身体状况 全恢复正常 他尝试地把你这种病 说得很简单 对对对 让你放下负担 但是半夜的时候呢 很直觉地 我就知道 在耳朵这边躺的时候 是一种哭泣的声 我醒了 丈夫在哭泣 对 也是在那一时间 我自己的心也崩溃了 我说 你怎么哭 是不是我的病不好 他说 不是 我心里还是明白 但是他一直没有说 我那是肾下腺长的肿瘤 瞬间 你的身上全是汗 你这个手背 满哪都是全出的汗 每隔 叫就睡不着了 一许根本你就睡不着觉 今天晚上如此吗 对 我们在想听你的描述 这一个男人 要多爱你 才会把所有的病痛的压力 全放在自己身上 他也得有多爱你 才会 半夜 当你睡了之后 还忍不住地在那抽气 后来呢 手术以后 第三天的时候 他突然间瘸了 他的膝盖 双膝盖 是肿的 医生说是滑膜炎 说他得要需要休息 但是他跟医生说 借一把轮椅 他就要一直盯着吗 他不盯着 他不放心吗 他不放心 他说我 我我 怎么着我也不能回去 腿疼我也不回去 他没有工作吗 因为我们是做服装的 那生意不做了吗 也就在那一刻开始 他决定 我们的服装 转出去 不干了 不干了 他说只要人在 以后什么都在 人不在了 就算挣了钱 他说又有什么用 按你所说的情况 在病房里 你是躺在病床上 他是坐在轮椅上 他坐在轮椅上 而且还要给我按摩 不断地给我擦汗 擦完汗以后呢 还拿那个小山峰药山 后来我那个时候 这比护工做得还好 对对对 就这样 我们一共有四个 我们属于是病友吧 到前年吧 相聚都走了 只有我 而且现在肤色还好 我已经胖了三十几 可以啊 说明照顾的不错 康复的还可以 对对 康复的特别好 他家里也是他照顾你吗 都是他 有时候心情不好 他呢总是分散我的经历 逗我笑的时候 他要给我变魔术 完了再就是拉金胡 你笑了吗 笑啊 你的笑是因为什么 虽然有的时候都我笑 其实我心里挺不舒服的 真的 两个月的时间 他的头发全白了 在我养病期间 他要查着菜谱 给我做饭 因为这个病 什么该吃 什么不该吃 他很费心 有的时候我的笑 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想象 其实我心里很难受 不是想象的那种 那种高兴 因为得病的人 毕竟和正常人不一样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我还活着 我就挺高兴 不知道哪一天 我是生命走到 生命的尽头 我不知道 但是我爱人 他从来没有悲观过我 我的心情很悲观 他没有 他的心情特别特别的改了 他不能悲观 他只有留着晚上哭 所以 我很感谢的 所以说真正的患难夫妻 把所有的悲伤留给自己 只希望 能够减轻你的一分痛苦 对他来说 就是一分莫大的幸福 是他陪我走 战胜了这个病 有他的陪伴 才让我走出了那个阴满 如果我遇不到他 可能 也就没有我 今天站在舞台上 想为他许个心愿了 接下来我们也压抑不住了 赶快掌声有请这位 既深情又多意的丈夫 李苏诚 来 掌声欢迎 来 位老师好 苏雷老师好 你好 这种长相是典型的中国好人的长相 也是典型的好丈夫的长相 慈眉善目 多才多艺 这也不难 多才多艺又深情 这很难 多才多艺又深情 这还不是算最难 如果再加上忠诚 那就难上加难 做一个男人吧 我相信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这么做的 但现在相对于有些坏男人比较多 所以你就显得更为弥足珍贵一些 为什么这样做 也是因为我很感激我的爱人 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是一个毛房产机工人 然后呢 他是有正式工作的 在哈尔滨市 他是偶然一个机会 我们就认识 因为通过弹极的唱歌 当时家里面的很反对的 就是不同意 你想一想 就你的条件不好 对 我条件不好 而且在很远的一个小城市里边 人家对我又不了解家长 肯定不会放手 让他自己跑到那么远去 所以他那会儿呢 就是毅然决然的 就是能跑到我的身边来 那么 你找了个美女 是当年那会儿 比现在要 我看现在还是美 更美 你也不差 所以说你正印证了那句话 婚姻当中有两种人 最值得敬佩 一种是当男人 在年少的时候 陪着男人过苦日子的女人 还有一种是年老之后 陪着自己的女人 过好日子的男人 对 他说那天晚上 你在他的旁边哭泣的时候 你是实在是忍不住了吗 如果说这个 你没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 肯定是不会去理解这种心情的 又想表面上 装作什么事也没有 无所谓 无所谓 又想心里面有多么大的压力 特害怕失去 特害怕 害怕 没有了他 是 但是你是久经考验 你过来了 但是自己不能倒下了 你不能照顾他起来 你又倒下了 我肯定倒不下 你看我像倒下的样子 都说 他说你有绝招 能逗他笑 能变魔术 能拉筋胡 能唱歌 对吧 我们所有做丈夫的 都应该学一学 对吧 这首应该学一学 对不对 今天是不是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啊 先弹个吉他吧 好吧 好 吉他弹唱 听见冬天的离开 我在某年某夜醒过来 我想我等我期待 未来会是怎样的安排 阴天傍晚车窗外 未来有几个人在等待 向左 向右 向前看 还要拐几个晚才来 我遇见 我遇见谁会是最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 他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一晚 我往前飞 我往前飞 飞过一片世界海 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 我看见路蒙的路口有多窄 我遇见你是老天的安排 在这个舞台上唱情歌的男人也不少了 但你今天的这一曲吧 让我们感觉穿越了生死 意义就不一般了 我感觉这不是歌啊 这是你给他的心意 听说你还会变魔术 我们到时要看看什么魔术 能够让他哈哈大笑 好吧 魔术是真实的魔术 碗是去组给准备的 筷子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骨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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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来一个 说走 进去 来吧 来吧 可以吧 先说第几个 两个嘛 这不是进去了一个 两个两个 看好了 是不是 然后把它盖上 看好了 这个拿起来 说走 来再开 再开 别叹我 神奇 他一辆都不亚于那些专业变魔术 比他们我觉得更牛 为什么 真的 他的球还大 我的球还大 而且很干净 这个 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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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算完 这样 我不动球 你们来 你们来说 你扣一个 扣一个 还扣一个 拿起来这个来 说走 在哪里 那边有两个 这边有一个 过来 你接这个吧 再别说了 再说又活着了 你接一个看看 这一个过来了 是不是 两个过来了 那你们有几个 再接这个 这边一个 就是一个 这个在扣上 过去 这又一个 那边有几个 两个 两个 这不就两个了吗 对了 这算是两个 说话好快 完全快 好 各就各位 谢谢大家 看出来了 歌也好 还有刚才所表演的魔术 没有一个是业余水平 足以证明 这位丈夫 对于所有的事情 都非常的专注 每一件事情 都认真地做好 才会有长足的幸福 那么今天 有关于这对夫妻的故事 我们也听了 妻子的心愿 我们也了解了 我们大家谈谈自己的想法 来 我觉得特别特别感动 我刚才看的 看的都热泪盈眶 我觉得在你们身上 我看到了 真是跨越生死的爱情 我也特别想送你们 一个小小的礼物 希望你们能够接受 我们英朗文化 有一个战略合作伙伴 叫八月照相馆 是北京非常高端的一家 婚差摄影 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通过八月照相馆的 相机的镜头 帮你们留住这些美的一刻 谢谢 谢谢 在所有的讲述 包括你们的表现当中 我们丝毫看不到 你们曾经遇到的那些困难 以及现在面临的困难 一定是有 而且是很大的困难 因为你为了治疗太太的病 放弃了生意 而现在太太 一定是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这个家庭的重担 都在你们身上 怎么去解决 那么这几年 一直是靠了以前的 那些一点积极 吃老本 对维持 那么现在 前两年前 我又弄了一个小小的音乐工作室 我喜欢这个东西 太太非常支持 但是这方面也没有什么收入 说实话 想从这方面来搞收入的话 是很难很难的 明白了 那我想到两种方式 可以帮到你们这幸福的家庭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尽量多地给你们提供一些演出的机会 对 因为我另外一个身份是 华一家信集团的副总裁 因为我们做很多的线下活动商业演出 我们是可以邀请你过来的 好吗 谢谢 当然是有费用的 第二一点就是 达零APP愿意帮助你们去进行你的小事业 而这小事业一定跟你的才艺 跟你实际状况是相匹配的 创业的启动资金 我们来负责 好吗 谢谢 希望你们幸福下 谢谢 好的 那么你记得今天的心愿是 希望你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演绎自己的原创歌曲 那接下来我们就谢耳恭听 好的 好吗 好的 来 接下来是我自己的首原创歌曲 那么这首歌的歌词 是我和我们威海的一位老大姐叫林洪 我们俩共同创作的 作曲是我自己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演唱 中国人 古牧生我生 花霞是我根 兄弟姐妹是一家 最亲中国人 中国人将交道 中国人都感恩 中国人善良又闻名 为得鱼儿孙 中国人啊 中国人 中国人生来就有不拒不倒的心声 中国人啊 中国人 中国人都感恩 中国人都感恩 我们都是初爱的中国人 中国人都感恩 我们都是初爱的中国人 中国人 中国人爱过有爱家 中国人都感恩 中国人啊 中国人啊 中国人 中国人生来就有不拒不倒的心声 中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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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 中国人 中国人啊 中国人 中国人 中国人永远都是东方巨龙的船人 中国人啊 中国人啊 中国人 我们非常愿意祝福 你们俩长长久久 健健康康 幸福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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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手牵手 向前走 在李素成的歌声中 吴亚萍战胜了病魔 奇迹般恢复了健康 愿歌声能够让他们创造更多的奇迹 幸福生活 需要实现 欢迎来到天津卫士 幸福来招门 我们将尽全力帮您完成自己的心愿 要旅游找兔牛 兔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首包期间打开兔牛APP 赢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 机票 酒店优惠券 领不停 欢迎登陆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了解节目的最新资讯 感谢美派移动资讯软件 杂卡尔苗派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世袭家园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时打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士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会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 网络电视或者是万时打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见